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美牛創意食堂 我是男人廚房1加1的Colin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料理是這個骰子炸牛排 那我今天特別挑選了這個美國牛 谷谷牛小排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來切這個牛肉 稍微注意一下你的切的厚薄度 它的形狀大概就是1.5乘以2到3公分 這樣的立方體來做料理 我覺得是還蠻比較適合一點點 好,那我們這邊先稍微 會先把這個牛排的部分 牛肉的部分我們稍微用簡單的調味料來醃製一下 下一點點的黑胡椒 然後一點點的鹽巴 再來我下一點點的沙拉油進來 大概1匙左右 甚至1小匙左右其實就可以了 好,然後我們就稍微把它抓醃一下 好,那這個部分我們只是簡單讓我的牛肉有一個味道而已 所以我不需要醃製的時間不需要太長 外圍都有一個很漂亮的光澤 以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放下來 好,那我們先把這個蛋液把它打散 再來我們就把我們的牛肉先丟到這個麵粉裡頭 那我今天用的是這個低筋麵粉 然後再來我們就把它丟到這個蛋液裡頭來 那這裡有一個部分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是這個左右手的部分我們稍微把它分開來使用 就是你摸乾的材料 我們就通通讓它摸乾的材料 比如說像麵粉跟麵包粉 我們把它列為這個乾的材料 那蛋液我們把它當作濕的材料 這樣在沾的過程中 你才不會你的手一直沾到麵粉又沾到蛋液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要來炸我們的牛排 今天我們沒有溫度計也沒有木頭筷子 我們就簡單抓一點點這個麵包粉 它就是有一個冒泡泡的感覺 好,那就差不多 那我今天的這個牛排 我不會把它炸到很熟 所以我不用用這個很低的油溫 所以我大概就是剛剛那個油溫 然後我把我的表皮炸到青黃 然後起鍋前我稍微把火開大一點點 去把這個麵皮、麵衣的油稍微冰出來一下 其實就可以了 那就像我講的 起鍋前我再把這個火開到最大 稍微把這個油溫冰出來 那炸到我要熟度以後 就可以把它撈起來 我今天大概炸六七分左右 把它撈起來 好,那一邊我們就等它沥油 那另外一邊我們就來準備這個 今天旁邊我們擺盤的這個配菜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高麗菜切成絲 在家裡做菜速度其實不用太趕沒關係 那再來我們一樣就是 切一點點番茄當作這個配菜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這個牛排放上來 那我們就可以準備上菜